由知名导演杜军指导,集结了张艺、高露、战精一等实力派演员加盟的时尚喜剧《好男儿之情感护理》目前正在山东紧张的拍摄当中 近日剧组也是首次开放了媒体探班,探班当天正值七夕情人节,虽然有两大美女在侧,张艺却是无动于衷 刨根问底,原来张艺是个不爱过节的人 我们当兵的时候只过八一建军节,后来现在连春节都懒得过了,不爱过节,所以七夕跟我们没关系 为什么不爱过节啊? 我觉得过节是一件其实挺矫情的事,小的时候过节还挺快乐的 一年终于能穿一次新衣裳,吃一回肉 现在你说这些事我们都可以通过节日以外的日子来把它完成 然后现在的节日变成了人们这个交际,变成了很多面子上的一些事 我就觉得很繁琐 过节不是让我们真正的轻松,过节是让我们变得很累,反而很累 所以我觉得其实啊,平常心过每一个日子,比过节的时候强作欢言要好得多 所以我这人不爱过节 虽说张艺不爱过节,但是自己老大不小了 眼看着程思诚、李诚几个好兄弟都得到了幸福 自己却还是一个人在江湖上飘荡着 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女孩才能得到张艺的青睐呢? 为了力挺好兄弟张艺,李诚此次也是亲情加盟到了好男儿之情感护理当中 虽然七夕情人节,李诚把张艺一个人扔在了剧组 但是看着好兄弟得到了幸福 张艺看上去比李诚还要高兴 我现在觉得特别好一点就是,陈儿他已经在幸福 然后我是衷心的为他高兴 陈儿到了今天,他经过了千山万水,千难万险 终于他走到了今天,不容易 他终于,我觉得他的脸上有真实的笑意了 有了那种踏踏实实的那种状态了 我挺高兴的 我的好朋友能这样,很不容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